这个糖葫芦是我无意间做成功的 然后就百事不爽 听听它的声音 糖壳特别的脆 脆度能保持很久 这是两天前做的糖葫芦 就敲打一下脆壳就能绷哪都是 不粘牙 在家就得用糖来做 多一点黑科技那就是耍流氓 糖葫芦成功的第一个要点 山楂不要洗 如果你闲个影的话 那就提前一天洗完 彻底给它晾凉再用 熬糖的锅尽量厚一点 稍微加一点点水在锅里 五六克的样子 加入60克细砂糖 水不要多 它起到缓和糖过度焦化的作用 但是水多了熬很久才能散发掉 熬糖的时候可以挂一个温度计量一下 确保成功率 这个熬糖温度蛮重要的 如果没有温度计 学会看状态也是可以成功的 山楂穿进竹签 咱们在家自己做糖熬的少 每个签子最多穿两个 太长的话就浪费糖了 我没有去糊 也可以去糊 给你看看去糊也很简单 三大串处理好了 60克糖大概能做这样六七串 开火 火后要注意 一开始要中火 火后也要和你的锅后都有关系 如果锅子实在太薄 也可以时不时的摇晃一下锅底 主要是为了保证所有地方糖尽量同一时间的完成焦化 在熬一个十几秒的时候 有水打湿的地方糖水会先沸腾 找个签子来扒拉一下 用这一丢丢的糖就不要用硅胶刮刀了 一刀下去能粘走一半 有人说搅拌容易引起反杀 不用在意啊 糖少的时候不翻拌 非常容易把锅底糊掉 适量的搅动一下 你看现在有点反杀是不是 保持住中火啊 火不要太小 继续搅拌几下 慢慢的糖就要化了 熬到现在这个糊泼色还不行啊 气泡的变得细腻 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冒烟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看一下温度计 160度就差不多了 立火抓紧时间把山楂串啊 沾上糖 对了提前啊 要准备一个光滑的盘子 涂抹植物油 把糖葫芦呢 在里边滚一圈 一圈是薄薄的糖皮 多滚两圈就厚一点 看你喜好了 多滚好糖壳 放冷藏一小时后就成了 叠出的糖壳非常的脆 一点也不沾牙 涂上油 加上糖壳厚一点 就特别好取下来 这是我放了一小时的样子 非常的脆 注意点都告诉你了 快点试试吧 你可以at 维莎尼座面包 浇作业给我看 下期见吧 拜拜